中央補助南投縣垃圾外運 處理二十年 將在明年到期 南投縣垃圾問題迫在眉睫 縣府日前宣布 文化廠優先選址地點 位在民間鄉的一處公有地 不過當地農民擔心空物會影響作物 相公所希望公布完整科學數據 再來選址 環保局則說 最晚一個月之內 就會來召開說明會和民眾溝通 一整片農田 有木瓜 紅龍果 也有水稻田 南投縣政府二十號宣布 民間鄉新民村外埔斷 這一處國有地 將成為 焚化廠優先選址地點 未來可單日處理七百噸垃圾 以BOT模式興建營運 消息一出 在地果農感到憂心 費水啦 或是空氣污染 因為一般不是很重要的 一般農民或是騎騎 一般村民也不知道說到底影響 影響起來也不知道 也是會煩惱 也是會煩惱啦 協福表示 懸殖地點有六處 包含民間 竹山 南投市 草屯 國姓五個鄉鎮市 其中 以新民村這處地點同時符合法令 交通 面積完整性 環境 敏感點 土地取得相對容易 等條件 但民間鄉長認為當地 以農業為主 轄內更種植兩千一百六十九 公頃的茶葉 為國內主要茶葉產區 焚化爐燃燒後氣體排放的 封廠 懸浮粒子分布圖都沒有公布 應該暫緩均 南投市環保局表示 焚化廠會以最高環保標準新建 公布優先廠址後 最晚一個月內提出污染物擴散模擬範圍 在地方召開說明會公開科學數據 並且不限場次 直到當地民眾解除疑慮為止 包括污染物的排放 還有它的擴散的模擬 還有它到底實際影響的範圍會在哪裡 我們大概會用科學的數據跟模擬的模式去做最後的推斷 所以到時候我們會把這些數據整理起來 大概就希望可以針對這個 到底影響的範圍去跟村民做一個報告 縣府強調 長子所在地村裡 未來每年回饋金最高一億一千五百六十七萬元 在達成多數民眾共識後才會推動 預計二零二十七年招商 二零二八年興建 二零三零年完工營運 但若充分溝通後 地方還是反彈 將會考慮其他地點 記者 楊明峰 黃龍濤 南投報導